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CT5 Q50L那些车要贵 所以被大家骂了 就你一个二线品牌卖一线好啊品牌的价 而且还有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现在S90L降完价以后 跟这个价格也差不多了 但是我想说看什么指导价 这是小孩子才做的行为 成年人都看它的终端价 所以从这台车跟S90L的一个价格看起来 它往后应该会大幅度降价 如果这台车降价降到差不多的话 其实还挺香的 OK了就下一个问题 这台车不加长的问题 为什么它不出加长版呢 以柳迪同学那种笑话来说呢 可能它的加长版已经有了 就是那个S90L 那话说回来呢 它哪怕不加长 它的后座也不是特别的难看呢 可能中国消费者 被那些特别大的后排给宠坏了 其实这台车后排更大的一个问题 不是它的空间 应该是它的座椅 就是它的座椅是做得非常非常硬 或我呢 反而拿它的座椅作为一个广告卖点 说什么跟一些医生啊 跟一些医疗机构一起合作开发 确实可能它真的很健康 但是它太注重这个支撑性 好像一个背背家 后面有个骨架那样 把你的压强迫性的挺直 所以如果你喜欢那种软沙发的座椅啊 什么一种很舒坦半躺的座姿 去开车或者去坐车的话 可能它真的不是你的菜 一定要去店里面试一下才知道啊 OK啦 再说这台车自身的一些优缺点呢 其实S60它的用户群 我觉得跟BBA是不太一样 也没有必要特别一对一的 这样去拿它们来对比 因为BBA在追求什么豪华奢华的时候呢 它反而去追求什么北欧简约 然后人家追求什么科技感呢 这些东西的时候呢 它就追求素以的什么骨骼健康啊 什么车内空气的那种环保标准 包括沃沃一直来说那个卖点就是安全 所以这台车说到底 我觉得它适合一类人 就是PASS另外喜欢养生的那类人 OK啦 再说到它安全方面呢 这个东西要理性看待啊 确实来讲呢 它全息标配了这个City Safety这个系统 但是呢 其实现在BBA啊 它里面很多东西都有 而且大家在碰撞机构里面成绩 大家都是一视同仁的五星 当然沃沃也有些自己独门的东西 比如说什么前排头巾保护系统啊 就头枕有一些保护颈椎的一些设计啊 另外还有一个道路偏离的预防系统 就是你如果不是你的车 在一些国道省道走到人家车道 对象有车呢 它能自动的把你的车缩回去 避免这样恐怖的交通意外 这个呢 其实在一些国内的部分地方是挺有作用的 OK啦 再看它的动力系统怎么选 什么T3、T4、T5、T8非常多动力系统 其实前边这几个呢 345都是2.0T直列四缸的发动机 只不过功率是不同 当然你别想歪 千万别想自己买个T3回去调成T5 刷个电脑就行 没那么简单 它里面的那些什么连杆和活塞 这些强度估计也是不同 分分钟把你整个机器给搞报废 然后我也特意列了一个东西出来 叫什么马力性价比 就用它马力除以它的售价 得出一个数值 数值越高呢 就是表明它的马力性价比越高 数值越大就越好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那么这个动力怎么选呢 总之就是你预算范围尽量选一个大的动力 因为它的动力 以T3、T4、T5来说 它的高工版曝光是加速更强 连整个变速箱跟它匹配都更好 所以在车有个特别的地方 它的8AT更越强的动力 陪伴起来 那个下午会更加好的 最后就是这个T8 虽然贵 但是真的是强烈推荐了2.0T 双增压 涡轮增压 加机械增压 再加一个电机 加起来以后呢 真的整个加速非常猛 有半台什么AMG那种效果呢 以40多万的价格来说 你想啊 BBA只能买些2.0T的车 但是它有一个这么猛的一个动力 所以相对来说 这个是这台车难得 一个机械上一个亮点 相对它的对手而言 最后就是选哪个配置的一个问题 其实S60的配置没什么好纠结 因为你选好你的发动机以后呢 基本可选的配置就不多 没什么特别好说的一个地方 但是这款车呢 你要留意一点 就是比如T4呢 还有T8呢 它都有豪华版跟运动版的车型可选呢 运动版的车 不光它整个外观套件会更加运动 包括它的底盘调校也会更加运动 然后豪华版跟运动版呢 我是推荐大家选豪华版的 因为运动版 握握的所谓运动的车 都是底盘硬的 但是呢 它的转向等等的地方呢 还是跟原来没什么特别多的差异 说白了就是一台底盘又硬又不运动的车型 而且呢 卧卧这个品牌啊 大家可能都是刚刚所说的 那些适合那些怕死养生的人 什么运动版 或许真的不符合它的品牌特性啊 感觉视频太短 微信搜索好车友好报 点击关注 第一时间获取最新试车报告 更有各种导购干货 每日更新 快来和我们一起看遍天下好车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